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西藏干部出生地贾马沟到山南朝圣圣地桑耶寺 一条鲜为人知的古道 曾经它是战略大通道 也是朝圣雅龙的圣路 如今它已成为了西藏十大徒步线路之一 更是户外爱好者们 向往和挑战的圣地 今天西藏漫游将带您一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穿越贾桑古道 加油 在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 地上有很多著名的徒步路线 像环马旁拥挫徒步路线 纳姆措的圣湖徒步路线 拉萨之楚步寺载到扬巴井的徒步路线 还有举世闻名的莫托徒步路线 无论哪一条徒步路线 都能给体验者带来心灵和感官上的刺激 每年都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今天西藏漫游将带您去体验一次徒步旅行的刺激 而我们所选择的就是著名的贾桑古道徒步路线 贾桑古道作为一条拥有千年历史的战略要道 一直以来显为大众所知 不过早在上世纪初 国外徒步爱好者们就已经穿越了这条古道 而户外徒步爱好者们 会对从甘丹寺到桑耶寺的徒步线路更为了解一些 其实这两条线路的大部分路段是重合的 从地图上看 贾桑古道这条徒步路线起点是位于拉萨市莫竹宫卡县的甲马乡 而从甘丹寺到桑耶寺的图步路线起点 则是位于拉萨市达兹县的甘丹寺 从这个位置开始 两条徒步线路重合在了一起 两条线路的终点 都是位于山南地区渣囊县的桑耶寺 从莫竹宫卡县甲马乡到渣囊县的桑耶寺 距离并不远 两地的直线距离大约50公里 但贾桑古道沿途山路极须 蜿蜒绵深 徒步距离大约在97公里左右 其间还要翻阅一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 据当地人介绍 翻过山口后还要经过两道南关 才能最终抵达终点桑耶寺 为了合理分配大家的体能和时间 此次徒步线路计划四天完成 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第一天要完成大约25公里的路程 速营地选在山口下的一处开阔地 第二天行程大约为15-6公里 速营地选在途径的墓区 第三天则是从墓区到达亚马龙 行程大约8-10公里 第四天我们的徒步线路做了些小调整 不是从亚马龙直接到达桑耶寺 而是从亚马龙的山底攀登上山顶 最后从亚马龙乘车抵达桑耶寺 户外徒步要选择保暖性和防水性较好的冲锋衣裤 鞋帽以及防水性较好的双肩背包 睡袋和帐篷 随身携带一些常用药品 以备不时之需 一个保温且不易碎的水杯是必须的 海拔仪 手电筒 指南针也是不可或缺的随身工具 我们此行的出发点 甲马乡的滋滋荣村 距离强巴民九林宫 大约二十分钟的车程 这里四面环山山清水秀草木丰盛 海拔大约在四千米左右 第一天的挑战就从这里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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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们对于此行 信心满满 人人都是一脸的轻松 可究竟会有怎样未知的艰险和挑战呢 大家能否克服困难 挑战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此次参与徒步的队员 共有25人 其中有专业的户外徒步爱好者 也有第一次参与徒步运动的 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山南地区渣囊县桑耶寺 刚开始的这段路面还算平坦 比大家预想的容易了许多 与周围的高山作伴 与四周风貌的草木为伍 整个人置身于大自然中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甭提有多兴奋了 行走在甲丧古道上 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更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甲丧古道历史久远 是吐蕃王朝第32代赞谱 朗日松赞从亚龙部落 迁都甲马沟时的途经之路 甲马 无论是在吐蕃王朝建立时期 亦或是萨迦地方政权时期 甚至是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 在西藏地方史上 均有着重要的地位 留下了许多历史遇旨 和动人的传说 那个时候 甲丧古道是连接 亚龙河谷和拉萨河谷 唯一的重要战略大通道 也是古代通商的必经之路 怎么不走了呀 等一下 等一下后面的 静静流淌的溪水 不知记录了多少故事与传奇 不知送走了多少 尘封与历史的画面 今天 他迎来了我们这样一批徒步队员 而我们势必要在这里 留下足迹 感受历史的厚重 与大自然的美丽 不断攀升的海拔 不断变化的地形 尽现疲态的队员们 面对海拔5200米的山口 能否顺利翻阅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西藏漫游 穿越甲丧古道 正在播出 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大家停了下来 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休息 一些队员们开始捡食丧枝 准备点燃微丧 这要干嘛呀 微丧 另一些队员则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微丧呢 原来这样做是为了给我们后边的马队 放狼烟信号 告诉他们 我们所在的准确方位 他们可是我们的后勤保障团 在马队还没有赶上我们之前 队员们简单地吃了一些食物 以补充体力 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呢 风干牛肉 大家沿途走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不要在那个洞口 就是那个汉塔的洞口休息 因为那个汉塔身上有那个嘛 跳蚤 跳蚤就是要带那个病菌 属于的病菌 尽量不要在那个洞口休息 出发喽 短暂休息调整后 大家继续上路 不知不觉中 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 周边的地貌开始发生了变化 原本的土路被碎石路取而代之 碎石路下是奔腾流淌的小溪 向导告诉我们 这条路是因地质变迁 由山体滑坡冲刷而成 这也正是甲三古道的特色之一 路开始变得很难走了 队员们之间的距离 也逐步地被拉开 有的继续缓缓前行 有的靠石而弃 有的则被落在了后面 为了让后边的队员不至于掉队 并保证每位队员的人身安全 领队决定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停下来 等待后面的队员赶上 队员们也纷纷开始自我调整 此时距离我们出发 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 感觉还可以 还可以哦 因为去年也是我带队走的嘛 一路上还是没出现任何什么状况 什么反应啦 那些什么都没有 还是挺顺利的 今年我也有信心 拉在后面的队员赶上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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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史大姐 从河南郑州来到西藏原藏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能够体验这次独特的旅行 他满怀着热情加入到了我们的队伍中 可能是还没完全适应高原气候 此刻他略显疲惫 有些力不从心了 对着能对那些 没事 二十六岁 我就是怎么办 当我答不对 没事没事 起码行不行呢 反正有人牵着码着 没事 其实能走 我倒是希望能走 关键就是说 走走我的速度太慢了 没事没事 你先起码先走 那个五千二翻过去以后 你再慢慢地走吧 现在有点缓硬的话 可能再走的话可能不行 太累的话到五千二的话就不行 到我查不中了 慢慢地走 那我们先走 慢慢走 你先走 你先走吧 史大姐告诉我们 她坚持走下去确实有些吃力 脑海中已经闪现过 好几次想放弃的念头了 最后 还是决定要挑战一下自我 坚持走下去 眼前的山巒变得更为陡峭 脚下的碎石与灌木交织在一起 前行的路若隐若现 急区蜿蜒 挑战难度不断增加 距离中午午餐休息的地方 只有两公里了 但是我们却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眼前光滑的坡面大山 仿佛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脚步 不曾分离 午休就餐时间到了 我们的后勤部队开始拆解行李 为大家准备食物 午餐相对简单了一些 有煮熟的牦牛肉 大块的土豆 饼子 还有清茶和饮料 香吗 香 好吃吗 好吃 虽然和餐桌上的饭菜无法相比 但是对于户外徒步来说 这已经是相当丰富和给力了 好极了 可以展望 好吃 借着午休的机会 大家围坐在一起 交流着心得体会 对于刚才辣在后面的石大姐 大家也在纷纷鼓励打气 我是一停下来就没反应 一走就喘 吃得光了 还行 没问题 走吧 出发咯 今天到底吃完了没有 午餐结束 石大姐和我们一起重新上路 路途不易 潺潺的溪水声 始终陪伴着我们 回荡在山谷之间 不知不觉中 队伍又被拉长了 队员们稀稀疏疏 散落在贾桑谷道上 这一路 不仅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历史留存的遗迹 还有一些传奇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 公元1728年 雍正时期 清政府建于西藏内部动荡不稳 安排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措 暂时避居于礼堂 当时所经过的那条路 正是今天我们所走的 贾桑古道 如今随着西藏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 路网得以畅通 这条贾桑古道 便成为了探险自然 探寻人文历史的文化通道 能否沿途光看到 历史留下的遗迹 就要看队员们的运气了 一路伴随着队员们的高山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 灌木与河流也紧随起后 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取而代之的是 视野开阔的草原植被 看似平坦的草原 走起来可真是一点也不轻松 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攀升 路面的坡度也开始提升 今天的最大挑战 马上就要出现了 这位队员姓张 大家都喜欢叫他张同学 因为他的装束 俨然是一位在校学生 张同学刚才已经落在了 整个队伍的最后方了 但他还是努力地追赶上了大部队 听说一会儿要翻那个 5200米有一个大山 比较难 今天是第一道难关 也是这几天的第一道难关 你有没有信心翻过去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可以是吧 有没有想放心 反正还没有 过了那个山的时候再说 走 走在前面的队员 在一处平地上等待着后边的队员 领队让大家暂时休息 准备接受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 海拔5200米的山口 急剧上升的海拔高度 蜿蜒曲折的碎石露灭 挑战更加艰难 落后的队员能否战胜自己 继续向前 天黑之前 大家能否安全抵达第一天的宿营地 西藏漫游穿越贾桑古道 正在播出 翻越山口是队员们在整个甲桑古道徒步过程中 面临的最大挑战 山底与山口海拔相差近800米 山体突兀陡峭 植被很少 山体的表面布满碎石 路开始越来越陡 坡度接近了40度 脚下的草场逐渐变成了碎石路 距离出发已经过去差不多7个小时了 队员们的体力消耗十分明显 大家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 队伍被越拉越长 第一个挑战正在向我们逼近 种种迹象表明 队员们要想成功翻越山口 绝非易事 面对如此困难 会有队员想要放弃吗 队员们开始攀爬于巨大的岩石上 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 队伍最前面的人数一直维持在六七个 而后面的队员已经不见了踪影 海拔不断攀升 队员们缓缓衔进 此时有消息从后方传来 几个队员实在是走不动了 想要放弃 领队不断地通过队讲机鼓励着大家 只要翻过山口 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可是队讲机信号太差 领队还没来得及说完 便和后方的队伍失去了联系 此刻已经有队员成功地到达了海拔五千二百米的山口 那种喜悦溢于言表 拍照留影 放声歌唱 这一刻对于他们来说 既有胜利的喜悦 又有征服的快感 先行的队员们顺利翻越了山口 领队决定 今晚就在山脚下的这处开阔地上宿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之后的队员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了宿营地 搭建帐篷准备露营 选择露营地点应相对平坦且视线开阔 离水源较近 最好是三面环山 帐篷背着靠山 防止大风清洗 近九个小时的跋涉 队员们已是相当疲惫 搭建帐篷 这项原本很容易的工作 变得困难了许多 今天我是咱俩住的地方 不过经过大家半个小时的努力 帐篷搭建工作还是顺利完成了 终于可以吃晚饭了 整个宿营地弥漫着方便面和牛肉的味道 饭菜虽然简单 可这个时候也是极其香甜可口 称得上佳肴了 太阳在陪伴了我们一天后 也疲惫地回家了 气温开始逐渐降低 此时的温度大约只有七摄氏度左右 这对于队员们来说又是一个考验 看到了很多风景 然后还累 不过还好 坚持得下来 已经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所以肯定是会坚持下来的 夜幕降临 天空中繁星点点 帐篷里 史大姐和自己的室友正商量着什么 她似乎又想放弃了 就从我们来说 我希望你坚持下去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话 我们就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 你看我第一天 我的脚说真的 因为不好脚吧 这里已经打气炮了 但是我坚持下来 虽然这次是一次穿越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它是心灵穿越 就是对体力和意识力的考验 我相信你能成功 我相信我们整个团队都会走出去 加油 大姐我相信你 谢谢 我是觉得是吗 从我本院过来来考虑 我也确实能希望跟大家一起 共同的迎接这么一次挑战 但是我现在就是考虑到什么 第一个的话 刚上来的时间短 可能高山反应不是太明显 但是一旦要有高山运动的话 还是适应不了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真的是不想拖这个体体的后腿 今天的话不仅是你 还有很多的这个脏帮朋友也一直在给我鼓励 包括帮我背我的背包啊 包括这些过一些不太好走的这个路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走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坡 大家太难走了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步一步牵着我过来的 所以我心里头也存在有打这个推堂鼓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是想着经过今天晚上的休息以后 我还想着明天再试一试 看我能不能不仅是挑战自己 而且我也希望这个队伍是一种完胜 不要因为我的退出 成功者永远少了一个 帐篷外 队员们围坐在一起唱起了动人的歌曲 子atorio 我希望不缅 你是我最后最后的心 歌声 笑声 掌声与风声交织在一起 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大家的疲惫仿佛都随之烟消云散了 第一天的任务完成 第二天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正在等待着我们呢 大家能否坚持下去 新的征程 新的挑战 面对走散的队伍 领队该如何应对 时度急流 尽显团结互助之情 突如其来的冰雹会不会打乱大家的计划 行进中还会发生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西藏漫游穿越贾桑古道 下周同一时间敬请关注 看见了 余多余贾桑古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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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